芒果是海南三亚的热销水果之一 每年的2月到5月 是三亚芒果上市的高峰期 其中三亚利财农场生产的芒果 更以制优 早熟 无公害等特点享誉市场 高品质离不开管理和投入 在利财农场 一款名叫巧克力的颗粒水溶肥走翘芒果圈 我是利财的一名芒果种植妇 我这里分红金龙和台龙整片山的话 株数的话是1500多 红金龙的话是570 台龙的话将近1000株 前几年开始接触这个巧克力 开始也是抱着嗜嗜的态度 前年用的感觉产量还可以 因为我去年的话 红金龙是套了13万多个袋子 13万多个袋子我然后就一直坚持 用这个巧克力跟护肤肥配在用 我今年这个红金龙有明显的增产 我红金龙570颗精灵 比去年增加了将近8万个袋子 8万个袋子你平均一个四两的话 增加差不多3万多精果吧 感觉这个肥料可以了 其实还是要坚持 因为台龙跟红金龙今年明显的增产 肥效价效果好 和撒失省人工 这是果农对巧克力普遍评价 那么巧克力究竟在芒果区有何特点和优势呢 这个巧克力在整个海南区推广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巧克力能够很大的程度上 调节土壤的PH值 那么在海南呢 现在所有的土地啊 接近于酸性或者中毒酸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巧克力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 那为什么巧克力我们在试用的过程中一定要配上符合肥呢 巧克力有个长板溶解性好 然后另外一个一吸收 然后它里面的成分呢能够很大程度的带动符合肥养分的吸收 这就是巧克力最大的卖点 无独有偶 在利财农场还有一名果农 在试用了巧克力后产量增长了10%以上 来听听他给我们算的一笔账 现在这里呢是种的是贵回芒果 总共是2200株 种到现在已经是有十七八年了 挂果的也挂了十多年了 今天呢感觉呢 用那个肉种的巧克力 这个品种呢感觉 产量还挺不错 果面也好 预估这样子每株大概都有200斤 按我估计会比晚年达到经常百分十这样 价格方面的话相对来讲的话 比晚年也会好一点 吹花之前 白油粉是用了巧克力跟混合肥混起来用 每株的巧克力是用了两斤 混合肥用三斤 我用一颗是放五斤回 晚年呢没有用巧克力的时候 一株树也是用五斤回 我是用两种其他的混合肥 对我们这个成本来讲的话 相对的话 还是用这个巧克力还是很挺和算的 那么通过两年的运作 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呢 农户的反映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说 很多肥料你可以把它换掉 但是巧克力要把它加进去 肥效就是港港的 农货就是非常好